而在医疗资讯来关心医疗科技日新业役 花莲县医师工会900多位的会员 定期都会举办交流座谈 而随着会员人数逐渐的增加 旧游的空间场域已经明显的不复使用 而为了扩大服务量能 花莲县医师工会在理事长周朝雄的带领下搬了新家 并且也在15号举办了新居桥迁剪彩典礼 请节目 花莲县医师工会15号上午举办新居桥迁 剪彩典礼舒适宽敞的全新馆社 将提供县内900多名医师会员来做使用 我们都有定期每个月都有讲座 因为医师是一个很特殊的专业 一定要不断的去更新日新月异 有些治疗的薪资 即使我是医师 如果没有透过这些上课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新的治疗已经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这边会址 就是要提供医师三科 但我们也有全国性的活动 都透过工会来做 为了扩大服务量能 花莲县医师工会 在理事长周朝雄的带领下搬了新家 未来除了要守住当地人才 也将持续往罗西部优秀的各科医师 那当然我们花莲的环境跟西部截染不同 所以我们很多医生愿意留在这边 你会发觉很多医生都蛮有爱心的 所以我们今后我们还是要尽力去招募 西部的医师 像我们小儿科非常的缺乏 我们是希望人才能够留住花莲 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大方针 花莲地广人稀 除了宗教医院之外 先少有财团愿意进驻支援 靠的都是这一群白衣天使 默默守护花莲人的生命与健康 记者徐立琴花莲师报导